最近几个月我国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不多 但是1月的涉容数据还是不错的 在平滑信贷投放政策的引导下 市场普遍对1月的涉容数据预期是不高的 但是结果出来大家看是大超预期的 并且新增贷款 涉容均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这次的数据我想说两点 第一居民贷款和去年同期比起来是有明显修复了 短贷增加是3528亿 是去年同期的10倍 这应该和近期银行消费贷利率大幅下滑有关系 中长贷的新增是6272亿 这个数据上个月才1460亿 增速也是非常的明显 大家知道居民中长贷基本上是房贷 不过目前大的研究机构 比方说像克尔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 1月30个大城市地产成交面积同比是下降的 下降19% 环比是下降了43% 所以和1月居民中长贷大幅提高是对不上的 我判断这个应该是房产销售和放贷出现了时间差 比方说销售在12月放贷数据进入了1月的结果 这点我们得再观察几个月 如果这个房贷增长的趋势保持 再加上人民币贷款也像1月一样同比少增加的话 那很有可能居民消费的信息以及楼市都很快会触底了 第二 这次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减多差在大幅的收窄 大家看这也是好事 说明市场上活钱比死钱的供应增速多了 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和套利减少了 这很符合我们希望看到的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之这次1月的涉融数据开门红 在我看来这些主要是利率下降 带来的社会的融资成本的降低的成效 希望今年能保持这些利率下降的趋势 让其他的宏观金融数据也能全面的好转起来